3.4 B.5入境台湾 已拦截370例 医师江冠宇呼吁 这两种变异株 容易造成二次重复感染 最短只需要20天 包含了像是吸烟者 还有糖尿病患等五大族群 都是再感染的高风险群 不过他们却不在 施打第四季的优先名单内 另外医师也提醒了 国内380万名长辈 如果体温来到36.5度 就有可能是发烧 就要用药 因为他们的正常体温 可能只有35.5度 要特别小心 受到Omicron亚型变异株影响 指挥中心18号宣布 BA.4 B.5入境台湾 已经拦截370例 其中BA.4 54例 BA.5 316例 这个其实是蛮难评估的 推想应该是在八九月的时候 资深媒体人陈文倩表示 人们刚刚历经的 不是最糟的疫情 两年半疫情以来 最强大的病毒出现了 就是Omicron B.5 一是江冠宇呼吁 二次重复感染的时间 最快是第一次感染 二十天之后 有别的那个变异株会来感染你 那这个可能在第二个月开始 就会发生 所以这个再感染 它之后会越来越频繁 一是相关于 引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 再感染的高风险族群 平均在62岁以上 为接种疫苗者 占了80%到90 糖尿病患者占30%到40 有专家提出这五大族群 应该要打第四季 另外一师提醒 以65岁以上长辈来说 不是一般认知的38.5度才叫发烧 他们正常的体温可能只有35.5度 如果一梁发现36.5度 其实就已经算发烧了 全台有380万人都在这个年龄水平以上 子女照顾长辈要特别小心 如果家中的长辈突然觉得 懒懒的精神不好 吃不下东西 体温一凉出现36.5度 不要觉得没关系 因为这个症状非常危险 万一延误送医 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记者余盛行王一宋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点栏目